非洲小岛上经现明代古墓 当地黑人不仅自称是中国人的后裔 还强烈要求回到中国认祖归宗 那么千里之外的非洲为何会出现明代古墓 墓穴的主人究竟会是谁呢 2005年一个名叫谢礼夫的奇怪女孩 不远万里从非洲来到我国 之所以觉得她奇怪 是因为她明明来自非洲 却坚称自己是中国人的后代 并表示自己来到中国 就是为了寻根问祖 希望能够早日认祖归宗 谢礼夫的言论确实令人摸不着头脑 而更令人震惊的是 她的长相确实与我们印象中的 传统非洲人有所不同 她的皮肤颜色虽然没有我们的白 但也没有非洲黑人那么黑 而是介于黄皮肤与黑皮肤之间的一种肤色 仔细观察她的长相 确实和中国人有些相似 她的言论瞬间引起了一些考古专家的兴趣 其实早在谢礼夫来到中国之前 就曾有记者报道过这样的事情 上世纪90年代时 美国女作家李璐叶 曾发表过自己在非洲肯尼亚的见闻 一个黑人信誓旦旦的告诉她 自己是中国人的后代 而在1999年时 记者祭司道无意间看到了李璐叶的文章 对这件事非常感兴趣 于是就动身前往肯尼亚拉木群岛中的帕泰岛 寻找真相 人民日报的记者李新峰 也曾花费三年时间踏上西欧岛进行调查 他发现这里自称中国人后代的家庭 比传统的黑人更加勤劳 并且他们都使用一种在中国很常见的所 生活习惯也与中国人相似 种种迹象都表明 他们似乎真的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考察队立即动身 前往非洲寻找真相 没想到他们竟然真的在谢礼夫的家乡 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他们赶到后 立即发现当地的一些坟墓非常熟悉 由于当地人大多信奉伊斯兰教 因此他们的坟墓大多充斥着浓浓的穆斯林风格 并且墓穴朝着西北方向 因为那个方向是伊斯兰圣教卖家的方位所在 而那些看起来莫名其妙的墓穴 方位都朝着东北方 那里是中国所在的方位 除此之外 那些朝向东北的墓穴上 还铺满了来自中国的瓷器碎片 远远望上去 就像是用瓷器堆砌了一座坟墓似的 众所周知 中国的瓷器世界文明 墓穴上如此多的瓷器碎片 很难不令人怀疑 墓主的身份就是中国人 最关键的是 墓碑上刻的并不是当地的文字 而是中国的汉字 研究发现 这些字体与瓷器 应该是600年前的明朝产物 那么中国人的墓穴 究竟为何会在非洲的一个小岛上呢 非洲小岛挖出明代古墓 当地黑人要求认祖归宗 那么他们究竟是谁的后人 难道600多年前 真的有中国人来到这里定居 当地村民也不止一次的表示 曾在600年前 有一只中国船只路过这里 并交给了他们很多有用的东西 听到几百年前 以及船队几个字眼 考察队的工作人员 瞬间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难不成那只船队是郑和带领的人吗 郑和下西洋的故事 估计每个中国人都不陌生 永乐三年 也就是公元1405年 郑和奉明城组朱迪的命令 带领28000多人出海远行 当时正值明朝时期 我国的造船术非常厉害 不仅船只巨大 能够容纳近万人 生活设备也非常全面 甚至还能在船上种植蔬菜 饲养牲畜 整艘船就像是一个小型的浓缩社会 完全可以实现自给自足 场面非常震撼 据说郑和的团队 比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还要早 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 耗时最长久的远洋活动 而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 至今依旧众说纷纭 一部分表示 他是为了宣扬国威 沟通贸易 而另一种说法则表示 郑和是借宣扬国威的名号 实际上却偷偷寻找 神秘失踪的剑文帝朱永文 总之说什么的都有 但可以了解的是 郑和带领的船队 确实天南海北去过不少地方 而其中一个地方 就是非洲的拉姆群岛 据当地村民表示 大约在600年前 一艘中国商船 在拉姆群岛附近遇难 跟船后很多人葬身大海 但是有几个水手死里逃生 在附近居民的帮助下 顺利爬上岸 并在南边的上家村上岸 而这些描述 都在我国一些文献上有迹可逊 起初中国的水手们还寄希望于会有人来救他们 然而等了许久 他们仿佛被所有人遗忘 为了早日回到家乡 他们尝试自己造船离开 但由于岛上非常贫穷 技术与材料有限 因此他们造船的计划压根就不可行 此时落难的水手才意识到 自己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于是他们只能选择在当地居住下来 与当地民众通婚 交给他们很多生活技能 为他们带来了中国的瓷器 以及很多种子 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裕 甚至超过了当地很多村子 经过不断的繁衍与发展 上家村曾繁荣一时 俨然成为了藏匿在非洲的中国村 这里的人不仅长相与中国人相似 一些人甚至还会传统的中医和针灸 据村民表示 这里原本很多人都是中国姓氏 但由于之后各种战乱 很多人都搬迁到附近的村子去了 而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演变 当初上岸的中国水手早就已经不在人世 但他们的传统却流传了下来 因此这里很多人依旧认为 自己就是中国人的后代 因为这是他们世代相传的祖训 那么这些人究竟能不能顺利的认祖归宗呢 非洲黑人不仅自称中国人的后裔 还一再要求认祖归宗 中国考察队远赴千里调查真相 他们真的是中国后裔吗 我国究竟会不会接纳他们 事实上这个问题还真的不太好回答 当地人虽然坚定的认为 自己就是中国人的后代 并拿出种种证据证明 自己无论是从长相还是生活习惯 都与中国人相似 但由于他们并没有相关的记载 而我国也没有关于他们的记载 并且没有古籍作为理论支撑 而且时间久远 这里的很多居民都被分散了 因此并不能很好地证明 他们就是中国人的后代 其实当地人以捕鱼为重要的生活来源 而他们在打鱼时 经常能够从海里捞到各种瓷器 因此当地很多人家里确实存在不少明朝的瓷器 这也从侧面证明 这里曾经确实有一艘大型沉船 而当地的一个渔民在捕鱼时 曾捞上来两只龙纹的罐子 众所周知 我国从古之近都是以龙为尊 很多瓷器装饰上面都印有龙纹 因此很多人都觉得 这一定是中国的罐子 还有一位外国商人 出高价购买这两个龙纹罐子 希望能够收藏中国的古董瓷器 然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秦教授 经过不断的研究对比 最终得出结论 这两个双龙冠并不是出自中国 具体出自哪里还不确定 再加上这里曾被葡萄牙殖民过 因此中国人后代仪式很难确认 还需要不断的考古研究 需要更多的证据作为支撑 即使如此 当地人也没有放弃 坚称自己就是中国人的后代 一个女孩甚至专门给自己起名郑华 郑子是借用郑和的姓氏 表明自己的祖先是跟随郑和而来的中国人 另一个华字则表示自己的中国后代身份 希望能够早日认祖归宗 除此之外 他还努力地学习中国文化 希望能够到中国读书 看看自己祖先生活的地方 究竟是什么样的 其实就算他们真的是中国人的后代 想要认祖归宗回到中国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估计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下去 你们认为他们真的是中国人的后代吗 这最后让我 flavors这个特计 这个特计